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兔兔的頻道 我是兔兔 是我們的 嗨 我是佑仁 邀請到我們頻道的第三組 我是第三組了喔 但是是第一組男性 其他那兩隊我覺得我們的觀眾可能有點小看你吧 Sorry 包含這個阿卡貝拉還換換帽子 跟他們說Sorry 我從以前就開始看你的那個秀兒戲 所以我們演算是很早 就是認識的感覺 結緣 以結緣 對 好啦 那我要小小的切入一下我今天想要問的問題 我們今天想要先對佑仁來做一些小訪談戲 一直很想要問你就是為什麼會產生秀兒的這個人 其實我蠻多角色是從以前發生的故事 然後把它寫成短片 那它其實是我身邊一些重要女性的種類 比如說外婆阿阿阿 然後姨婆阿 那小影子類 對對對 然後包含那個時候在寫這個角色的故事 跟她講話的方式其實都是 更加相信那些阿姨阿媽媽們的感覺 也知道 知道啊 知道啊 因為後來出書的時候我還跟我媽說 欸那個我不想要放我自己在封面 我還問我媽說 可以當我封面女郎嗎 那我也很想問 因為其實像秀兒很多其實都是一鏡到底的 這應該很難拍吧 所以拍一鏡到底就是因為 其中我的夥伴一起在討論說 怎麼跟別人有不一樣 就選擇我們比較擅長的方式 因為畢竟 我們自己以前在劇場的時候 其實一鏡到底對我們來說不難 所以它其實是有完整的劇本 然後我們開拍其實一定會拍得連 然後拍得連OK之後 我們才會拍是正式拍攝 我懂了 你這樣講我就瞬間又有這種 就是 突然看來 因為我下一次就想問你就是 你們有沒有劇本 有劇本 真的蠻多人那個時候看完的時候 會以流言是即興 因為真的很像極限 你想一下就是那些拍子跟 譬如說我這個時候要到哪一點 或者我這個時候其實是要拍媽媽的臉 或者是我其實是要拍她的道具 就是那個其實全部都是設計的 跟攝影機說現在是什麼 對 不知道要去哪裡 對有一次我們拍攝的時候超危險的 我們在走那個山路 然後我們還要遛過 然後攝影師從頭到尾是這樣 背對我們 然後我們又看到她直接掉下懸崖 一邊演還要一邊很擔心她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有難度 我覺得真的要設計跟排列 你們這個通常會NG嗎 一定會NG啊 因為像我們遛狗那一集 就是狗狗有一次看到對 對面有一隻狗跑來 那一段台詞完全聽不清楚 然後我們那個短片已經拍到 大概已經三分之二的劇情了 然後想說 我就立刻跟導演 那要重來嗎 對我原本還在秀我的狀態 我就這樣 然後我立刻跟導演說 等一下我們重新一次 就立刻 立刻趕快重頭 然後 秀兒延伸出來的角色 其實都是劇場演員 因為 其實演員的質感很重要 我覺得你們這次做完這次的那個影集 應該覺得超重要 因為 有些東西你真的覺得 那個演員一定要符合這個角色的設定 而且他必須要能把一些情感表現出來 我那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那我也要讓YouTube這邊的觀眾 或者是更多的大眾知道說 原來劇場有這麼多厲害的演員 所以我其實身邊很多秀兒系列的演員 都會找聖人的劇場演員 他們這些厲害的演員 他們都會自己做功課 就是去了解 去很深入了解 所以才會想像說 就是可以發展出一些 他角色的小動作 他已經對這個角色 就是深入到一個不行了 就是讓這個角色更多人 更多人 像一個真正的 因為我發現你也有很多模仿系列 對 那你自己印象中 你有哪一個角色模仿 可能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 我第一個想像應該就是唐老師吧 因為那是當初大家 比較多人開始認識我 那個一個模仿的角色 然後我自己因為 因為這個角色 然後因此認識唐老師 然後我自己也follow他很多年 因為要講他第一個冒出來 就是當初模仿唐老師 但他現在不寫的詩問 你要幫他詩問 不行 是他的尊嚴 不行 我可能沒有辦法 他開始隨便掰一本 不專業星座什麼 我可能只能寫說 我寫了一些角色 然後他可能是什麼星座 然後自己亂來掰 沒辦法像高師太厲害了 你認為模仿的精神 什麼 如果以外再來講 我覺得要先抓到那個人 講話的方式 就是他講話的 一個就是他咬字 比如說我之前模仿高佳語 然後他咬字就會有一些 他可能要捲舌的音 然後沒辦法捲舌 或者是不用捲舌的音 他會刻意捲舌 對就是 然後或者是那個人講話的音頻 對 比如說 他講 有些女生角色的聲音 可能就會高一點 但比如說 像唐老師他就是偏中音的女生 就是我自己就要抓那個音頻 也要去調整 然後如果是 我覺得還有一個東西是眼睛 眼神嗎 對眼神 他那個眼神 我就是會讓觀眾覺得說 欸你真的有抓到那個神韻 對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扮裝 外型 外型還是要 還是要到位這樣子 對 還有他用字的方式 口頭餐啊 嗯 然後或者是他講話的 習慣用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罪名 我真的要去看他們 影片看很多字 然後把他們這些扮舌 一樣啊 這就是角色的傳播嗎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要請肉人 嗯 你不可以來叫我們旁邊這一位 獅子的 唐老師的粉絲嗎 哈哈哈哈 他已經在剝頭髮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要這樣 搜搜一下 對對對 就教他三招 三招內 我們要驗收好不好 這個不能 這個已經不能算 這是我自己 已經有穿大招 對不對 就是你要再講其他三個 讓我更像 他講話會有一個 自己的很 很舒服的tempo 就是讓人家在聽的時候 會覺得欸 他就會想說 欸大家好 大家好 對 我們就到我們星座足夠 星座足夠的時間了 就到我們 每週星座足夠的時間了 對對對 他會有一個那個 哦 因為你聽的時候 就覺得 哇老師講話好溫暖 好舒服 對 對 他笑聲也不太一樣 對 他以前 他以前會比較就是 這種 可是他現在有開始 比較那種 好方感 對 就是你要有一點鼻掌 所以第一個是笑聲 對 就悶到 不行我每次聽他笑我都好想笑 你一定要模仿起來 我真的要眼熟欸 我們暫時再見 好 那你就是要講 講的時候就說 哦原來天秤珠就真的像大家長成這樣喔 不行 沒有那個品牌 我丹鐵沒有 哦對 丹鐵滿重要的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感覺像是 笑出另外一種風味 有嗎 有嗎 你是另外一個感覺 笑出另外一種風味這樣嗎 對 你剛剛有一種 貴婦感 我剛剛是模仿導演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講話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他自己的頓點 譬如說 我們這個禮拜呢 天秤珠就沒有 要注意喔 他就會有自己的一些 就是 你跟有一個同編頓點 同編頓點真的是欸 對 他會有一些自己的那種頓點 所以 這次我的朋友 要注意 身體健康喔 對對對 但是你做起來很俏皮欸 對啊 又到了我們今天這種 收到的時間 喔 欸 你那個喔 喔 有一個喔 有欸 有啦 我覺得可以 可以喔 我覺得可以給到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有及格啦 可能是外型的部分吧 這個 可是這個是幾年前的唐老師 我現在一直跟不上現代 我覺得有有有有有有 其實有了 滿討厭的 等一下那個剪輯幫我剪的時候 一定要把他的臉就是放大 我這次其實 很感謝又有人就是來跟我們聊聊 就是真的其實很多戲劇的東西 他自己本身是可版主持 然後我們真的很感謝你跟我們分享 包括剛剛前面的那些分享 會跟你聊 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們最近在準備的這個 這個戲劇的親愛天王 其實我們其實一直在想的是台灣 就是很少的巨傲的作品 也是想要透過Youtube就是 擋法一方 集結新舊媒體的優點的部分 然後放到這一次的作品裡面去 所以大家會看到的東西 應該會覺得 欸 這個規格 或是這樣子的平衡好像平常沒有看過 特別是我們是一對一棺七七去做 相信也會帶給大家不同的感受喔 有 而且我剛是看到你們那個預告片 我就覺得很用心 因為你們整個 你們整個拍攝規格啊 然後跟你們整個畫面安排 我覺得都超用心的 謝謝 剛剛你們真的是 花了很大的心力 你們覺得我們瘋了 真的有 對啊 而且你們還在Youtube播出給大家看 對 我們在Youtube 希望大家就可以面對看到這樣子的作品 一定要多點閱 就是激發的時候會有更多的東西這樣 具有的作品 如果說這一槍就是讓大家看到 就是具有作品 大家會我覺得會更期待 或是有更多的 就是不同的資方會去 願意投入資源在具有的作品床上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一開始想要達成的目的 而且我覺得你們這一次自己 是編劇 然後就是監製 以你們的身分去講 就是具有的 我覺得是更貼切的 對啊 因為其實以往可能 真的沒有這樣的規格 或者這樣子可能對去做具有相關的競賽 然後我自己也會 反而會針對比如說 就是你們自己這樣進去擔任後的角色 然後我就會想說 哇 那我想要看看 就是真的以你們的角度出發 不管是你們的生活或情感的東西 那做底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你有抓到我們 真的想放在那邊的東西的那個規矩 就是我們的目的 以及想帶給觀眾的感受 真的都剛剛講出來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你知道我們自己其實 就是沒有擔任主要角色 還有一個點就是 我們很想要focus在我們 放進去 我們想要放的東西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所以 才沒有把自己放在那些重要角色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把自己放在目前的重要角色 你會沒有辦法 就是這種你真的想要 投入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好 我那天在Clubhouse上面其實講過 但我覺得紀錄在那邊也很好 我覺得最難的是開頭 萬事其頭胎 真的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們要花第一筆錢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心裡有點 很想要脫 想要脫 你知道嗎 就是不想花 第一筆錢其實是那個casting的時候 我們要找演員的時候 那是第一筆我們真的要花下去 而且切了時間 後面就是一切都要啟動的時候 再來下一件事情 找團隊的人 對我們一樣很難 因為我們 我們是科技演的 然後我們在YouTuber圈裡面 其實也不認識影視圈的人 所以你怎麼把這些人找進來的 我現在回想起來 那件絕對是最困難的事情 也很感謝就是我們 用 就是我們的夢想去感動了大家 然後 一拉一 再拉一 就是 就越來越多人被推下去 對 很像最美角一樣 對 後來變成一個水餃鍋 對 他不是都很常常講嗎 就是你要做的時候 就是全民作都來幫你 我跟你講 在講那時候 我們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然後拍攝到最後面幾天 我就跟他說 因為他那時候很緊張 然後很擔心 我跟他說 沒關係 我現在開始沒有在操作 我現在開始沒有在操作 所以我已經 我已經到了一種 氣勢很旺盛 心殺神 他XX 反正他XX 我就不相信 一直有一個感覺 好像有一些東西想要怎麼來做 我就覺得說 你要來就來 反正我一定會把你移台 就是那種很堅定 覺得我一定會 而且我就像我不會 我旁邊也會 就是那種感覺 對 就會覺得整個團隊已經 就是 淋在一起 好棒喔 好棒喔 沙紅而已 對啊 很虛待耶 那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特別是 要有觀察 欸不是觀察 觀察 觀察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 我就想到觀察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他很會觀察 但是 一定要關注我們誘人的 YouTube的頻道囉 Yeah 關注OK 關注去來 是的真的 最重要是要看戲 都要 都要 都很重要 好囉 以上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Yeah 掰掰 掰掰